把上個禮拜的程式碼 我剛剛講Java這一段 因為Java主要還是以 class為一個基本的單位 所以記得這邊有一個public class 後面有一個名稱 如果說你將來想要練習在Eclipse裡面 你就先新增一個專案 再新建一個class 名稱的話就是這個名稱 按Finish 接下來的話你就直接 再把底下這邊的程式碼全部都附 記得頭跟尾 頭在上面Import 尾巴在這個大刮弧 記得不要複製錯誤 Ctrl C 一下 然後貼到Eclipse裡面 頭跟尾把它蓋過去 把它整個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不過可能會產生問題的應該是 最上面的第七行跟第八行 因為這兩個 這兩個類別 byte array buffer 跟 encoding 這兩個實際上是利用apache 這個不是Java本身就有的 所以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記得我們要必須 我上個禮拜有講過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上 你必須要外部的賄賂 當然跟Android Studio 有點類似就是 我們如果要外部賄賂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這邊有一個叫BuildPath 這邊有一個叫Config 這個BuildPath 就是把這個BuildPath 把它做一個設定 Library 韓式庫 Add一個Eternal的Jars 就是它的外部的一個Jar檔 那這個Jar檔裡面就是放了很多的Club 反正其中會有兩個就是我們要的 然後把它Add一下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實際上 我已經把它下載到我的桌面上面了 把它開啟一下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HTTP的這個Call 4.4.45 它現在好像最新版已經到4.45的樣子 那因為我把它下載到桌面 我就直接按把它Add進來 按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我新增了 所以它表示找到了 有點像是外部的韓式庫 你把它加進來 OK 那這個時候呢 這裡面的程式主要是做什麼 這上個禮拜做的 基本上就是 名稱的話就是水泥類股而已 然後去網路上水泥類股的網址裡面 去分別把那個 就是這個網頁所有的資料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做什麼呢 這個抓下來之後 全部串連 抓下來之後呢 實際上 其實1到5啊 這些都是抓資料 抓完資料呢 就丟給這個URL data一個自串 因為網路現在還是串流 我必須要轉碼 轉成UTF8 再丟給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的原始碼 全部都進來了 那再來用這個拍攝的這個 這個方法裡面做什麼呢 幫我把我要的東西切出來 我要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水泥類股裡面的什麼 水泥類股裡面的只有那個成交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這個 當日行情裡面的水泥 那這個也就是把這裡面的原始碼 實際上我們URL data裡面 實際上就是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就是這裡面的東西 那這麼多東西 其實我只要哪部分 我只要的部分就是成交這個部分 這個區塊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你可以按右鍵 它這邊也可以去找一下它的那個元素 按右鍵好像可以去找一下 檢查它的什麼元素吧 OK有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幫你停在這個地方 那我只要這一段裡面的這幾個東西 抓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Parser這個方法 其實你們可以直接追一下 把這個URL data的字串丟進來 去找一下 其實就找什麼 找這個開頭的位置 找後面結束的位置 並且把它切出來 其實用的就是index of 加上什麼substring 前面兩個是找頭找尾 後面這個是切 那47指的是 這裡面的所有的字串加起來 47應該要跳過 找到的是它的頭 我要到後面的位置 那並且最後輸出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把什麼 股票的代號 跟成交顯示出來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來的 其實後面這一堆 這一堆是從網路上抓下來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第一階段 是Java的部分 那可是問題喔 我們不是要Java 我們要手機嘛 所以第二階段的話 上個禮拜的第二階段是 再切到這個 就是Android Studio裡面 那做什麼事呢 一樣把它剛剛的程式碼 產生一個介面 這個介面裡面很簡單 就是一個list view 另外的話呢 再把程式部分加上去 那加上去部分的話 也是剛剛的部分的程式碼 裡面大致上 都沒什麼太大的修改 但是特別注意喔 上個禮拜有一個地方 一樣會產生問題 就是這裡 因為喔 在Eclipse裡面呢 你可以用什麼 就是說外部的那個方式呢 去加入我們要的這個 它是ORG.apache的這個 外部的那個韓式庫 可是喔 特別注意上禮拜同學找到答案就是 因為執行的時候發現 奇怪網路一直有問題喔 那實際上呢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喔 我們如果要讓這個問題不發生的話 你可以在哪個地方 記得喔 在那個應該是 setting吧 file裡面的setting setting裡面喔 記得就是說 在 在下面嗎 還是這個 這個 有一個APP吧 Default setting 是不是 不是 這個嗎 好像是從這邊也可以 進到那個 APP那邊 這邊也 啊對 從這邊嘛 然後 APP右鍵 你是說這裡 右鍵有個什麼 open 89 setting 我習慣 我是從這邊吧 從 從 從這邊啦 對對對 從這邊 file啦喔 不是setting啦 是下面這個 project structure 就這個 這個喔 它的結構裡面有個APP 然後呢 這邊有個build 應該 這個吧 這是右邊的 DEP 嗯 這個啦 這個 這個 對對對 那特別注意喔 它比較OK一點 就是說喔 它不用去網路上 就是你不用再去下載 它會自動幫你下 它會自動幫你找到 可是你要找到的方法 特別注意喔 就是從這邊 找到這一個外部的一個那個 韓式庫 那加進來的方法喔 它這邊有個加號啦 那你只要去那個 搜尋一下 那個library就可以 我印象中是 這個先把它 去掉 然後library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找一下 呃 你就去找那個什麼 關鍵字 http吧 http 然後 score 他會去幫你去找到最最接近的 好 然後 欸 這個地方就顯示出來 那其中喔 我是找那個版本最新的 所以這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版本吧 4.45這個 他也是一個 ORG Apache的這個 那把這個加進來喔 基本上網路連線就沒有問題 OK 所以其實基本上喔 跟那個 我們剛剛喔 遇到的問題 其實在Java裡面也是一樣 只是Android Studio 它比較聰明一點 它會有個加號 可以自動幫我加進來 剛剛的問題 欸 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上個禮拜 有提到的 我們的 從外部喔 如何去賄賂呢 那個也是同學 找到的那個 問題 記得是從這邊 file裡面的那個 就是這個 project的 structure 這個地方喔 就這樣 那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後面喔 如何就是 如果說我要做一個 全部 抓全部資料的話 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